我们来看几个动作 首先第一个是说 这里我希望这个版面 拍的乱七八糟 不对 跟刚才拍的那个就是 范蒂给我们看到的画面 不是这样子的 嘿 那我们先这样子 先针对这个字数比较长的 字数比较长的 当然 你在这个地方 它的宽度 可以 要设什么呢 各位就不要设比较比较 所以我这边设Pixel 诶 Pixel要设多少啊 跟各位讲 基本上这个画面是300多 320个Pixel 所以你可以想象 诶我来尝试一下 如果是120 然后OK 看那个字会不会折下来 对不起 我设成很高了 对不起 我设到高去了 宽 要再宽这里 好 如果是设120 好不OK呢 它字就折下来了 所以我可以再换一下 大概要是150呢 诶150可以融得下 所以那当然呢 我就可以把这边 每个Nabel都设为一般 宽 150 好 然后同时呢 在我们刚才看到的翻译 它是把这个字来中间 所以Text Alignment 设为Send 那这个安培也是一样 再来 设程 宽度 是150个Pixel OK 然后呢 字也把它排中间 有没有 然后就越来越整齐了 那每度电配 也是一样 宽度 设为150个Pixel 然后文字也是置中 当然每月使用限数 我会把它置中 好 这样子是不是就看起来 就比较整齐一点 好 然后一个个再来改哦 另外 福特树 这里 那我也希望说 它不要这样摘一摘 我希望它可以冲到满 好不好 所以现在Spinner这里的宽度 我设为 Dear Parent 然后呢 接下来 里面的项目我要怎么改 来看一下哦 Spinner里面 你有看到这边叫做Elements from Stream 是什么东西呢 Element就是项目 然后从自串而来 这里要求是打入 有两个项目 是110伏特 还有220伏特 那你就请你帮我打 110V 然后呢 第二个 前面先加一个逗点 半型的逗点 然后不要碰格了 直接220-51 好 打完A Inter 然后另外呢 安培的提示文字 要是A 大写A 提示文字在哪里 Hint 改成大写A 然后呢 每月时数是Hour Hint 请把我改成Hour 打完都按A Inter 每度电费 它是NT台币嘛 所以NT都大写 NP OK 好 那等一下按了按下去 然后这边 月接以三十年度计算 但是这边的文字 我也把它设大一点 好了 这个文字 预设是空的 等到按下了计算 每度电费之后 才会出现多少钱 那等钱字号 然后冒号 多少 好 所以这个地方 请把X 这里面清空 OK 好 然后呢 还有几个地方 也请各位听一下 虽然版面已经 排得看起来 就整整齐齐了 好 然后直接到时候 慢慢呈现 你会把它推置 因为我打得比较快 它们是 闪一下 要花个几秒钟 所以比较慢 还一直在闪缩当中 那不管它 但是至少 我们这边该要调的 都调对了 好 那现在还有几个地方 要注意的 刚才有讲过 安培 每天使用时数 跟每度电费 只能容许输入数字 那怎么处理呢 来看一下 我点到这个textbox 然后只能容许数字 在哪里呢 各位看到这边有个属性 叫做Numbers only 请帮我打 GoGo 就好 那 每月使用时数 后面的这个也是一样 Numbers only 打GoGo 这个 钱的部分 也在帮我把后面打 Numbers only 打GoGo 那这样子 等一下 等它稍微闪完 给各位看一下结果 它 你现在把Numbers only 打GoGo 之后 它呈现的 会找什么样 给各位看一下 等它闪完 好 还有再闪一次 好 这个反应稍微慢了一点点 好 来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打算输入每度 可以点一下 有没有 就是数字键盘出来了 OK 这样子才是代表你的Numbers only 这个有打GoGo 好 然后另外呢 你看刚才那个Speed 我现在有110 我只要点一下 你会看到110、220 如果选220伏特 接下来上去 它就变成220 当然再下来 110伏特 所以这个 我都还没写程式 这些都可以动了 好 只是按下按钮 要计算变飞 还不行 因为这个 就要行程式了 按下之后 要处理这边的动作 好 所以各位这边 就先把它做完 这些该要的 但是还有一个 最后最后 只要这些数据 等一下程式 要抓出来的 我建议各位 名字不要用它预设的 Label 2 Spinner 1 你会捣滚了 你会捣滚了 好 这个 福特是什么 福特是Label 2 可是福特这文字 等一下写程式 不会再改它了 也不会用到它 我要抓的词 是抓后面 不可能是抓它的文字 所以这种 写程式不会动到它的 名字就不要改了 但是 会动到的 我们就改 这个到时候 读出它的值 是1-0 福特还是2-0 福特 这个会动到 所以我们可以改名字一下 Spinner 1的名字 怎么改 你可以在Rename 这里改 好 那我就把Spinner Spinner最好留着 因为它代表它是什么元件 然后后面呢 假设我就把它取名叫Vault 好 V就好了 V就代表 Spinner底线V 就代表它是福特 可以吗 然后呢 安培 我自我不会用 但是我会用后面的 安培 好 那它的名字叫Pastebox Tool 这是什么东西 有时候你会搞混的 我干脆就把这个Rename一下 Pastebox底线 因为它是安培A 所以就选 就打A 然后 每天使用时数 Tastebox 3 不是我要的 来 去改名字 改名成叫做 Tastebox Hour 好不好 然后呢 接下来 每度电费 这个是电费嘛 所以我要Rename成 Tastebox 以前 NT 那写的NT 台币 然后呢 另外Button 会按到 Button 会按到 然后我也可以把它取 叫Button 不要再忘了 Button 好 那这就是Check好了 没关系 名字各位随便 取到你 看得懂我意思 好不好 然后另外呢 底下的这个Label 月接以30名字 做记上 我好像不会用到 我不会抓里面的文字吗 所以它不用改 但是最后一个 结果 结果 好 我就把它改名字一下 程式会用到 所以我就是用 Nabel 底线 Result 好不好 至少 把该要做的动作 版面上要排的相关东西 先把它设置好 然后另外呢 每个元件叫什么名字 就是 请各位 就是这些 这些元件 如果我写的程式 会用到 请帮我改一个 确切名字 不要是什么 Textbox 1 Textbox 2 Textbox 3 如果我今天反过来的问题 请问 Textbox 2 是多少 是干嘛的 你可能就认不住了 那是安培 还是小时 还是福特 还是什么 你会搞本 但是如果说 请问Textbox 底线A是什么 你就想到是安培 对不对 你这样子 在写程式 比较不会搞错 不然你可能抓错了 你另外一个 Textbox 起个词 然后丢给另外一个 Textbox 或者另外一个 Label 里去了 OK 好 所以到这为止 请各位也把整个 Layout 就是版型的排列 跟该要命名的 就是程式会用到的 请改名字 那些东西 请都帮我做好 好吗 来开始做一下